小辰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颜总 您让我找的那款丝巾 早停产了 这市面上早就没了 我可是费了好大劲 才打听到这家店 不出意外 这里应该能找得到 不过 咱们今天来的好像不是时候 要不咱改天再来 不行 今天必须要找到 必须要解决 可人家正在盘点呢 颜总 好 这边 那边 我归来吧 没有没错啊 还有那边也是 好 梁国先生 今天我们盘点不赢 我们是跟你联系过 来找条司机 那那那 你们自己找 千万别碰坏了我的东西 好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可真 你在那边找吧 我看这位 好 那边也是 好的 我的天哪 我觉得 我都要被埋在里边了 这个古董店 应该叫杂货店才能 颜总 你也太神了 这里边又脏又乱 您还有洁癖 我都没找到 您这样是先找到了 高小姐要知道 您为她这么努力 她肯定会很感动的 我是从不欠人情的 是是是 不过 这次高小姐帮咱们 这么大的忙 您亲自帮她找资金 也是应该的 来 还是送去干洗 记得消毒啊 好 保证坏人一心 来来来 我看着急 谢谢颜总 颜总 丝巾洗好了 我还找人精心包装了一下 怎么样 这包装这么烦 不太合适吧 不会啊 这很配她的形象啊 她要知道 您怎么找到这条丝巾的 肯定 好好好 都这么晚了 明天公司见 谁啊 公司缘故 你手里拿来什么 这 这 样品 什么样品啊 看起来好可爱啊 该不会是送给我的吧 想多了 跟你没关系 还是回去睡觉吧 我觉得今天心特别慌 我觉得今天心特别慌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会不会是这个电流按摩仪的问题 不可能 这个东西的电流不会超过零点零五毫安 对你的身体完全没有感觉 可是我真的觉得全身无力 而且手都有点抖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心跳特别快 你晚上吃饭了没 我减肥 傻瓜 你是饿了 哎呀 大半夜的还有人来送礼物 还说是什么公司样品 谁会相信啊 我减肥 该不会是要送给别人的礼物吧 那肯定就是送给女人的喽 还粉红色的蝴蝶结 真是俗气 肯定是个矫情的女人 这个小陈在搞什么 自作聪明 多此一举 这怎么送人呢 哎呀 这么多的 噓 早 我去上班了 拜拜 这样就走了 你有事啊 你是不是忘了围巾 回头再说吧 我上班要迟到了 我上班要迟到了 等等 小粉 你在哪里找到的 不欠你了 不用管我在哪里找到的 还给你就对了 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买到 你在哪里买到的 你是很有钱吗 不怕迟到扣工资 对对对 我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嗯 你瞅四斤而已吗 这有没有臭给成这啊 你说啊 这颜丽 是不是 喜欢上我了 你说她喜欢你了 她昨天晚上做了什么 让你产生非分之想的 她昨天 特意 让人把这条丝巾送过来 还和我说是什么公司样品 结果我一大早起来 她就把这条小粉送给我了 真的假的呀 当然是真的呀 我觉得呀 她应该是喜欢上我了 不然她干嘛这样千辛万苦的 帮我找小粉啊 一条丝巾而已你就想这么多 我看你是喜欢她吧 我 胡说 怎么可能 上次你说要攒钱帮你爸 买生日礼物 日子快到了吧 还没攒够呢 小崽啊 我去你家当阿姨坚持吧 你是打扫还是大姐呀 好啦 跟你开个玩笑你都不懂 现在的我是勤俭持家 刻苦耐劳 总算小有积蓄 攒了一千块 你这叫攒了 够你买礼物吗 哎呀我已经非常非常努力了 省吃俭用攒了一个月 那一千块钱你能买什么呢 要不 先借我点 你的私房钱 就这么定了 好吗 好吗 好吗